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茶几上堆满了来自祝福者的贺卡 一对已是台北之年的老夫妻正满些欢喜的欣赏 这一张大号贺卡 脸上挡着淡淡的微笑 这一切都是透着一片流年清欢 岁月静好的安宁和美好 据悉 这张特别的贺卡是曾孙门 乔治王子 夏洛塔公主和路易王子 对曾祖父母满满的祝福 就十四岁的女王 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身穿了一件淡蓝色双面羊绒连衣裙 设计简约 大方 依旧是配上了珍珠耳环和三层珍珠项链 和一枚百金箱钻石的蓝宝石胸针 这身形同让女王看上去依旧是有氧精致 又彰显了女王的华贵和端方 当然了 其中最耀眼的还要数这枚钻石胸针 众所周知 女王的首饰盒里都是行光璀璨 但是这枚菊花胸针还真是值得细说一下 她对于彩虹奶奶的意样可以追溯到1947年 当时海市公主的伊丽莎白 在汉普郡德布罗德兰杜密月的时候 被媒体拍到 彼时 新婚的公主甜美注视着自己的丈夫 修师的某尼西装上就是别着这枚漂亮的胸针 07年 在庆祝结婚周年之际 这对共同经历了60年风雨的老夫妻 重游蜜月度假底 当时已是茂迪之年的女王也是带着这枚胸针 两人甜蜜对视的眼神没用 今天是女王和菲利普亲王结婚73周年纪念日 老人家又选择了这枚胸针作配 组建他对他的心爱 据报道 这张照片于几天前 由王室摄影师克里斯杰克逊长进 地点就是在温烧城堡的橡树屋 爱丁堡公爵在英国的二次封城前 赶到这里和妻子团去 除去让员工更高效 方便地照顾两位高位老人的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公爵先王和女王一起度过这个重要的大日子 话说 两人的爱情故事绵长而美后 在他刚刚八岁的时候 初次见到了他的恩度远房表哥 再次相遇时 公主十三岁 王子十八岁 伊丽莎白一眼就是看到了人群当中风度翩翩 玉树临风的菲利普 也是这一眼他代表周半年 未急急的少女一下子就是陷入到爱情 自那之后 这个女孩眼里再伪装下不过别的任何男人 但是最初 伊丽莎白的家人并不看好这段感情 首先 菲利普是个空壳王子 他虽然是个王子 但是却没有自己的王国 尽管在英国出生 接受教育并且在海军服役 但是他仍被很多人认为是外国人 此次 伊丽莎白是王室成员 生于斯 壮于斯 言心觉知优雅 得体 菲利普长于民间 傲慢无力 举止粗放 这一切都上乔治六世感到难以接受 但是爱情总是给力量 1946年 25岁的菲利普 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 公主立刻答应了 但是却遭受到了国王的反对 1947年初 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 带着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公主 去到非洲住了四个月 国王的初衷是趁机 为大牛找一个更合适的人 但是这场短暂的分离 并没能改变什么 因为伊丽莎白对爱情的信仰 是一旦爱了就是终生 终于 在1947年7月9号 国王王后屈从于现实 这对年轻的爱人正式宣布订婚 于是 菲利普王子放弃了 他在希腊和丹麦的王室头衔 从希腊东正教改信英国国教 也是成为爱丁宝公爵 1947年11月20号 两人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婚礼 在两千位客人面前 许下了终生相伴的承诺 如今 73年过去了 曾经青春靓丽 意气风发的一对碧人 终究是逃不过这岁月的杀猪刀 在共同经历的岁月敲打之后 这对历史人称献的权贵夫妻 也是得了遵循客观规律 成为一对鹤发鸡皮的牢者 然而让世人感到珍贵和羡慕的是 两人坚持一生的相伴 相知和对誓言的忠诚执着 接下来是 英女王世建终身服务承诺 苦了查尔斯王子 68年的王出路太尴尬 11月14日后 查尔斯王子刚刚度过了 台七十二岁的生日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英王处也没有停下忙碌的脚步 而是贤夫人 康乌尔公爵夫人 卡米拉一起出访德国 并且参加了 在百邻举行的一年一度的 德国全国哀悼日活动 时光软软 百句过气 自1952年 伊丽莎把女王登基 不到四岁的查尔斯王子 成为英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如今 68年已经过去 从天真懵懂的海提 到了迈入古兮之年 查尔斯王子成为 历史上最年长 在位时间最长的 王位继承人 多年来 关于这位王处何时纪委 能否纪委的经文 一直是人们 一直都是人们朝一番后 津津乐道的谈资 威尔斯亲王也是因此获得了 一个略带讽刺的意味绰后 万年王处 漫长的68年过去了 万年王处何时能够荣当王位 现实仍然是残酷的 根据最新的外媒消息报道 查尔斯王子 且还要再等等 且还要对付耐心 为吗呢 因为英国人民实在是心急 虽然我们正处在2020年年尾 可是英国政府已经把 2022年女王登记70周年 白金喜庆典活动安排上了日程 据外媒报道 为了建筑英女王登记70周年 白金喜 英国政府已经提前准备了 一系列盛大的活动 来纪念 这个具有里程碑的 意义的特殊历史时刻 其中包括回顾英女王 自1952年以来 作为君主对英国 以及世界产生的影响 等一系列重大的活动 甚至在2022年 增加了一天全国休假日 来搭桥组建 四天银行假期周末的一部分 英国文化大臣奥利佛 道登表示 一场潜在南方的表演 将成为这一次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我们将通过最前的艺术和技术 来展现英国仪式之华丽和壮观的精髓 英国政府据做了这样的安排 就说明 女王不仅没有提前退位的想法 而且间接表明 已经94岁的老人 身体状况良好 可以实践 七年轻时所做的终身 为国服务的诺言 据悉 这段时间 彩虹奶奶正耐心等待着 新冠疫苗的引发 并且表示 疫苗一旦上市 她就是要重返工作岗位 继续履行自己 公共职责 直到最后一刻 一位王室助手表示 这位94岁的君主 完全没有计划放门脚步 在因为疫情隔离八个丢之后 她尤其渴望回归正常的生活节奏 1947年 女王在21岁生日的时候 曾经宣示 我在你们面前宣布 我的一生 无论长短 都是将致力于为你们服务 以及为我们都属于伟大的帝国家庭服务 因此 坚定的责任感 一直都是这位老人家 终其一生不变的主题 直到73年后 她仍在全身先致力于这个承诺 另外一位助手也是打消了 人们之前对女王会提前让位 给超尔斯王子的猜测 她告诉媒体 据我所知 目前没有任何关于摄政的讨论 然而 岁月终究是不饶人 对于一位已经进入到台北之年的老人家 很多事情做起来还是有些力不从心 所以 近两年 有些重要的王室接待活动 女王会委派她的儿子 儿媳 或者孙子 孙媳妇 带她出席 但是老人家终身为国家服务的决心不变 所以 超尔斯王子在通往王冠的道路上 岂要再等等 再耐心等等 1 9 9 9 1